2023年钻石联赛总决赛 尤金海沃德田径场 又打破了两项世界记录 引爆眼球 一个是埃塞尔比亚选手策盖 他将吉普耶根女子5000米的世界记录 提升了5秒之多 令人震惊 另一个是瑞典名将杜普兰蒂斯 他冲击了6米23的高度 将自己2月份在室内场地创造的世界记录提升了1厘米 男子撑杆跳高比赛 是杜普兰蒂斯一个人表演的舞台 在这场比赛中 他从5米62开始 连续跳过了5米62 5米82和6米2等于C022的高度 击败了所有竞争对手 提早锁定了这场比赛的冠军 随后 他见止6米23的高度 助跑起跳过赶 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 充满力与美的享受 犹如轻盈的飞鸟 翱翔在体育馆的上空 一击集中 杜普兰蒂斯再次刷新了世界记录 这场比赛 他的过干成功率百分之百 表现堪称完美 而6米23 甚至远远不是他的极限 这是杜普兰蒂斯生涯 第七次打破世界记录 23岁的他 依然成为了真正的记录收割机 2020年2月9日 世界田连市内巡回赛 博兰托伦站 杜普兰蒂斯越过了6米17 打破了法国选手拉维勒涅 2014年创造的6米16 撑杆跳高室内世界记录 仅仅6天后 世界田连市内巡回赛 英国格拉斯哥站 杜普兰蒂斯就与6米18 再次刷新自己的记录 将室内世界记录提升了1厘米 2022年3月8日 世界田连市内巡回赛 贝尔格莱德站 杜普兰蒂斯以6米19夺冠 时隔两年继续打破 自己保持的世界记录 两周后的3月21日 世界市内田径锦标赛 杜普兰蒂斯以6米20夺冠 持续打破纪录 2022年7月25日 世界田径锦标赛 杜普兰蒂斯以6米21夺冠 首次摘下市井赛冠军 2023年2月26日 世界田连市内巡回赛 法国克莱蒙费郎站 杜普兰蒂斯第三次冲击6米22成功 将之前保持的撑杆跳 室内世界记录再次提升了1厘米 杜普兰蒂斯出生于一个体育世家 父亲格雷格是一名撑杆跳运动员 母亲海伦娜是七项全能运动员 天赋和基因注定易于常人 3岁时 杜普兰蒂斯就在父亲的影响下 爱上了撑杆跳 自家后院设置的场地 成为了梦想开花的温床 6岁时 杜普兰蒂斯可以跳出1米67 18岁时 他就可以跳过6米 R等于C052 成为了该年龄段 世界最好成绩和世界青年记录 在男子称单跳领域 打破世界记录从来不是意识 当年的一厘米先生布博卡 总是在比赛中 以一厘米的幅度提升世界记录 被质疑是为了拿到 更多的破记录奖金 而事实上 每次打破一厘米的记录 也可以获得更大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 曾几何时 布博卡曾经35次打破世界记录 长期统治这项比赛 被誉为一厘米先生 而现在 杜普兰蒂斯 已经走上了这位国际田联副主席 相同的道路了 根据国际田联各战赛事的奖金规则 运动员每次打破世界记录 可以拿到至少10万美元的奖金 不知道未来 杜普兰蒂斯可以攒多少奖金呢 对了